北京时间,12月29日,NBA常规在,胡人对决火箭。整场比赛,詹姆斯19投11中,3分5中3,拿到了32分,11助攻11晚版。这一战,詹姆斯,也是连刷记录。面对火箭,胡人放弃了魔手和小乔丹,就是五小打全场,詹姆斯很多时候,都是在打五号位。 尽管五小牺牲了防守,但是,也让胡人打开了进攻,而火箭,是一支防守相当糟糕的球队,遮止球队的年轻球员防守经验,相当匮乏。半场还剩1分56秒,胡人半场阵地进攻,詹姆斯低位,被打恩瓦巴。此时,甜瓜站在三分界外,吸引伍德防守注意力,蒙克交叉跑位,重要的是,威少游一道篮下。 这让火箭很难对詹姆进行包夹,詹姆斯利用身体的优势,碾压恩瓦巴,杀到篮下,突然后撤步跳投出手,空心入网。这就是五小的威力,可以拉开进攻空间,让詹姆斯,有更多单挑的机会。就这样,詹姆斯半场,高效坎下18分,五篮板四助攻。 在詹姆斯此前的生涯中,他上一次遭遇六连败,还要追溯到,2014-15赛季,当时,他还在骑士,不过,因为伤病,只打了其中一场。 而生涯最长连败,是新秀赛季的八连败。明天,就将迎来37岁的詹姆斯,自然不希望,用这样的尴尬,来为自己庆生。 于是,不仅是进攻端,防守端,老詹,也是拼尽全力,下半场回来,一记排球大帽,山菲恩阿巴,现场解说大喊道,他多少岁啊。 决胜的第四节,在火箭直平之后,詹姆斯站出来,篮下强打上进。还剩1分40秒,詹姆斯,两把两中。 还剩1分18秒,詹姆斯空气爆扣,随后,上篮也有,连得了6分,杀死比赛。暂停回来,詹姆斯两把两中,锁定胜局。 随后,詹姆斯拿下篮板,完成三双,这是詹姆斯本赛季第三次三双,生涯第102次三双。詹姆斯再度两把两中,迎来36000分离成碑,胡人笑到最后。